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已经被福音说服了 我不需要再跟你们多讲福音的好处 我乃是在这次台北的聚会 要多教导你们 怎么与人分享福音的好处 然后叫人的信只在乎神的大能 所以各位在这方面 我们要多思想 尤其是今天 我要多讲到 我们人性的构造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在教导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问 我们是在向谁讲道 我们不是向动物讲道 我们是向人讲道 所以我们要知道人生命的被造 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 要怎么的向人讲道 我们才能够赢得他们的信 各位圣经很清楚的 从创世纪就告诉我们 在神所有的创造里面 唯有人的被造 是最独特最尊贵的 圣经说什么 神用尘土造了亚当后 吹气在他的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圆文的意思是 Living soul 活着的灵魂 所以我们讲 活着的灵魂 各位 我们对这些字 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好奇 但是我们多认识是好的 那活着的灵魂 我们先问 这里所讲的活着 跟我们一般人认为的 生理的活着 是有不同的 用科学来讲 我们人活着是怎样 它有细胞 细胞会繁殖 它的生理会成长 会动 活动 所以它叫活物 生物 但是这里 当创世纪二章七节说 它是活着的灵魂的时候 那个活着 是有属灵的含义的 这里讲人的活着 是有一种属灵的活性 属灵的生态 属灵的动态 属灵的增长 它能够跟神交通 对不对 然后它对神的认识 跟对神的信心 也是继续会成长 然后它能够享有与神 很独特 很亲密的关系 再来就是 它对神所创造的 整个的属灵世界 不陌生 有知觉的 借着什么 借着它活着的 什么 灵魂 各位很重要 它的灵魂 所以它的活性 与动物的活性 不一样 动物的灵魂 是叫它按照本能来活 按照本能吃 本能来交配 但是人 是从一个 他对神的认识 对神有知觉 所以他懂得呼求神 听从神的 这样的一个灵魂 来推动它活 当然我们晓得 人犯罪之后 圣经说 人死了 死的意思就是 这个灵魂不是没有了 这个灵魂死了 它没有办法再跟神交通 它没有办法再 明白属灵的事 它的属灵的活性 断绝了 这个叫死了 但是神教我们 在基督里 活过来 活过来 所以各位 我们要明白说 今天我们在 讲到教导人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明白 人里头的 那个灵魂的光景 灵魂的被照 人的灵魂的被照 如果用三方面来讲 就是今天的主题 它有一个心思 我们英文叫做 Mind 它有情感 我们有时讲 Heart 或者我们讲 Emotion 然后意志 英文叫 Will 这个三方面 一个基督徒要懂得 保守 保守这三方面的健全和平衡 我在讲 保守这三方面的健全和平衡 它才能够享有跟神很健康的关系 然后一个基督徒也要懂得 懂得建立这三方面的功能 那它里面的人才有能力 他才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 所以我在讲 这个属灵生命的部分 是不能轻忽的 我们有时候就照顾身体 当然身体很重要 你运动 我们姐妹打扮 这些东西都很重要 对不对 但是你没有把灵魂照顾好 你不喜乐 你心里不自由 你该做的东西你不做 无力 意志没有力量 各位你看 你身体无论怎样照顾的好 就一下子 人一靠近你 没有办法被你吸引 没有办法被你影响 各位 所以这个里面的人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什么 这里面的人 我跟你说 这三方面 他的心思情感意志 有些人问 这个方面 我们圣经有没有很清楚地教导我们 其实我跟你说 不但是圣经教导 保罗甚至 他在传讲福音的时候 他里面是很清楚知道 他在这三方面 他要建立信徒 他要把人的心思情感 一直来连接于神 只要人在这三方面能够顺服神 所以我们一起看 罗马书第六章 罗马书六章 罗马书六章 我们看 六章十七节 六章十七节 保罗在这里 说什么 十七节 感谢神 他有一个赞美出来了 感恩出来了 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 我们一起来 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 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 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 各位 在单单这一句话里面 保罗要讲什么 很简单来说 他在形容 什么叫基督徒 他在形容一个重生的人 原来你们以前是罪的奴仆 你们死在罪中 现在你们怎么样 从心里顺服了 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 各位 这个就是基督徒了 从心里顺服 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 各位 在这里 我问各位 你有没有看到 人灵魂里面三个的构造 各位 这句话 你有没有 我们来问 你们从哪里 心里 所以心 心里 这里讲心 他的心 从心爱神 从心顺服神 所以这个是什么心 你用什么爱神 用头脑爱神 当然是心嘛 所以这个心 一定是讲到情感的 这个心 各位明白吗 所以 当然 圣经有时候讲心的时候 是包括心思情感 对不对 但是呢 在这里说 从心里 为什么保罗不要说 你们顺服了神 因为他要讲 讲到这个情感的部分 你渴慕神的那个部分 你爱神的那个部分 所以从心里 怎样 顺服 顺服是讲什么的 意志的 你的will 意志 你做决定的 我决定了 我要顺服神 对不对 当然 这个是来自 神 重生了你 你才能够有这个意志 出来 对不对 不是先有自己的意志 来决定 但是呢 我们知道 一定是 你从你的 爱神的那个心 怎样 顺服了神 从心里 顺服神 所以这个 你就看到什么 情感和意志 结合起来 各位 结合起来 但是呢 各位 这个情感意志呢 一定有一个指标的 它被一样东西带动 如果你说 你爱 你顺服 对不对 爱神 顺服神 弟兄姐妹 你要爱神 顺服神啊 阿们 你们心里面 当然一定会问什么 那 这个神是怎样的神 有没有 不管啦 祂的名字叫做神 我就爱祂 我就顺服你会 有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 这个是乱来的 不可能的 你一定被什么东西影响 你一定被 什么 你的理性里面 你对这个神的认识 所以这里说 你心里顺服 所传给你们的什么 道理的 模范 道理的模范 A pattern of teaching 这就是我们今天 要好好思想的东西 这个pattern of teaching 也可以说 翻译出来 A form of doctrine 这个也可以说 是教义的模范 所以你对神的 什么 认识 understanding 是用你的心思的 但是你的 这个理性的功能 悟性的功能 是要怎样 要认识什么 对 你要认识神 透过什么认识神 透过道理的模范 透过有关神的教义 有关神的教义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来讲解 这位神 祂是怎样的神 你对祂认识得更清楚 你爱祂 顺服祂的心 就更多了 对不对 所以理性的东西 是讲什么 你说你要爱神 你一定会问 Why 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爱祂 为什么我要顺服祂 对不对 我跟各位说 人都有这个 问为什么的 因为它是一个 有理性功能的被造物 它被造的时候 它不是 食物好吃我就吃 对不对 对 食物好吃 但是它要知道 为什么我要吃 吃的理由在哪里 各位有没有发现 各位你需要理由吗 我问 这里有没有人说 我活着是不需要理由的 那你就慢慢抑郁了 我不知道活着来干什么 没有抑郁了 每天早上起来 吃饭 睡觉 吃饭 睡觉 那你没有发现 你就抑郁了 这套有理由的 你做每一样东西都有理由的 弟兄姐妹谈恋爱的时候呢 有没有理由 你们一定会发现 一定会问的 两个人谈恋爱一下子 你为什么喜欢我 Why do you love me 另外一个说 没有理由 就是一见钟情 OK 有些人这样讲 但是一年之后 你为什么爱我 没有理由 你试试看 不可能 一年两年 还是没有理由 一定有理由 你对我好 你对我体贴 你懂我 你理解我 你会体恤我 一定有理由嘛 对不对 然后从这个地方 我越来越认识他 所以各位 没有没有理由的信仰 各位 我再讲一句 没有没有理由的信仰 如果是神啊 我爱你是没有理由 你骗人都不可以 你要骗神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神 把这本圣经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讲 我们要爱神的时候 我们的神观要很清楚 神观 你的神观不对 你神观不清楚的时候 其实你的整个信仰 就是参加的 所以各位 我们说回来 当保罗在这里 他就形容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他正在形容一个 形容一个整体的生命 形容一个全人的观念 你的全人 弟兄姐妹 你的心思 你的情感 你的意志 各位这个上面 所以特别 保罗在这个地方 这样形容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 我们要谨慎 我们的这个里面的人 不能成为一个畸形的人 我们讲畸形的人 什么意思 就是你倾向一方面 英文讲lopsided 有时候你头很大 身体很小 你就是一个畸形 或者身体很大 头很小 对不对 所以畸形是不行的 畸形就是不健康 不健全 不平衡 not wholesome 所以保罗说 你们从前是罪的奴仆 你们死在罪中 各位 你们死在罪中的意思 并不是说 你们没有心思情感意志 你们死在罪中的意思是 你们其实不认识神 你们只认识罪 你们不是爱神 你们是爱自己 然后你们顺服谁 你们以为你们是顺服自己 但是在属灵的层面上 你们在顺服空中掌权者 邪灵的首领 他在带动你 他用世界在带动你 影响你 用你的肉体来掌控你 对不对 原来你是顺服他 所以圣经把我们属灵的生命 讲得很清楚 我不知道很多人信主 很多年还不明白 你重生前后的事情 你们以前是罪的奴仆 你们心思情感 意志的光景是那样 跟神无关 跟属灵的上帝无关 但是现在你们 已经从心里顺服了 神的话语 神的道理的模范 那个规模 那么各位 我们在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就来再思想 多一个东西好不好 因为这个跟我们的教导有关系 各位这句话里面 我们问 为什么保罗 要这么啰嗦的 你们从心里 顺服了 那道理的模范 那个教义 为什么他不要说 感谢主 你们现在已经成为基督徒了 为什么他要一个一个形容 各位 这个一个一个形容的意思 就是要讲出 这就是我们灵魂里面的构造 灵魂的功能 所以这个三个的功能 他讲之前 我们要读前文 各位 罗马书现在刚刚读了 第六章的内容 对不对 你问 前文是 如果从罗马书一开始 前面三章讲什么 讲罪了 我每次讲 前面三章讲罪 三章后面就开始出现了 对不对 把基督 神的义介绍出来 然后呢 四章五章 其实一直到八章 一直在讲 因信称义的奥秘 因信称义的奥秘 所以五章一开始说 你们因着信 得与神在基督里相合 因信称义了 得与神在基督里相合 就是和好的意思了 所以一直讲到这个 所以在这里呢 你会发现 唯独信心 唯独恩典 唯独基督的教义 一直会慢慢出现 那些唯独 都一直在罗马书里面出现 那么特别呢 在五章后面的时候呢 保罗特别要 把这个神的恩典的伟大 要讲出来 他要把恩典 我们喜欢不喜欢恩典 我们基督每次讲恩典临到 对不对 那所以呢 在第五章后面 你们就看 第五章后面 五章二十节 五章二十节说 保罗特别讲到律法 他要讲罪之前 他讲律法 律法是外天的 其实本来就有罪了 你不需要律法 就知道自己有罪 你有良知 但是神在赐下律法 外天的 叫什么 过犯显多 只是罪在哪里显多 恩典就更显多了 各位 这里讲什么 这里讲到罪和恩典的教义 那所以呢 律法 各位我们讲律法 对不对 为什么要律法 因为律法 把你的罪 显多 接着律法 你看到 你的罪原来是这么多 把恩典显多了 对不对 显多 没有说不可偷盗 那你就 拿着别人 现在偷东西了 不可做假见证 天天讲人家的闲话 假见证 我的罪这么多 怎么办啊 但是感谢主 恩典更显多 感谢主 所以呢 为了讲什么 为了讲 恩典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看到吗 所以 在这里 保罗是要强调 恩典的丰盛 恩典的伟大 但是讲了这个东西 这个观念之后 忽然间 忽然间 在第六章的时候 保罗又有一个 反问的论据出现了 他的反问的论据 是讲什么呢 你们看 这样怎么说呢 第六章 怎样说呢 我们可以 人在罪中 叫恩典 多吗 各位有没有发现 你说罪多 恩典更显多吗 那我们继续留在罪啊 神的恩典更多 有没有道理 好像很有道理的 很有论据的 然后 断乎不可 我们 保罗怎么解释 我们在罪上 死了的人 其个人在罪中活着呢 岂不知我们 在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这里是讲到 我们与主同死 所以我们借着 洗力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怎样 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 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 复活一样 各位 就讲到 一个基督徒的重生 怎么在最终时 然后与基督复活 然后怎样 新生命 现在带来 一举一动 新生活 你有没有发现 他就这样解释 然后你们可以回去看 这个论据 反问的论据出现了 律法外天的 然后叫罪显多 罪显多 恩典更显多 那有一些人就OK 这样我们继续在最终 来叫恩典显多 我不懂是不是 保罗自己 反问自己 因为他知道 人性诡诈 人的人性诡诈 人自己会想出 这种乖乖的论据 对不对 但是好像很符合逻辑 但是其实是 没有根据的 神能不能造一个 比他还重的 他提不起的石头 人家很喜欢 问这种问题 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问过 人家每次问这种 可以还是不可以 这个你们自己想 神可以不可以犯罪 不可以 对不对 所以你就很清楚知道 这些论据是 无意义的东西 所以我不知道 是保罗自己 他反问自己 因为他知道 人心很诡诈 或者 他知道 在罗马教会里面 有一些人 就是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认为 他们一听到 恩典的教义的时候 他们就这样认为 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 他就特别 带出这个意思 特别要推翻 那种 不合逻辑的论据 各位 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学到一样东西 各位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 保罗在给我们看 有一种 危险 什么危险 什么危险 就是当我们在学 神的话语的时候 特别学真理的时候 你们不能把真理 独立化 分割化 你们听得懂吗 如果我们在讲一个真理 一个真理 你只有在那个真理 讲完 然后这样教导众人 其实众人的心里面 会有很多疑惑 比如你说 都是神的爱 神爱我们 弟兄姐妹 神 但是你在这个世界里面 看到很多的罪恶 你会问 神的公义 公义在哪里 所以你讲神的爱 你一定要讲神的公义 神的公义里面 有神的爱 神的爱里面 有神的公义 所以有时候 我们基督徒 神所爱的 神必管教 有没有 这样我们才会明白 为什么有管教 有邪恶 为什么有邪恶 这个慈爱的上帝 全能的上帝 他不能阻止邪恶吗 神知道有罪 有时候他也会用邪恶 来带来刑罚 或者管教 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人有一种解答 他心里面有一种 但是如果你只是 把他读 真理 现在很多人很喜欢讲 独立性的东西 那讲到罪 就没有讲恩典 讲恩典 就没有讲公义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我给各位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 中很喜欢讲的预定论 我们讲预定 你得就是因为神的预定 神的拣选 因为他才装饰以前 已经拣选你得儿子的名分 对不对 那你们都知道这个 预定 但是你只有听预定 哈利路亚 那下面还会有人 都预定了 那我们干嘛还传福音 各位有没有发现 不用传了嘛 反正神都预定了 神都拣选了 对不对 所以人的心 就会出现这种东西 所以当你讲预定的时候 你一定要讲到什么 你一定之前你要讲什么 人完全的 人在完全多乐的光景 然后神拣选 神预定 对不对 因为有神拣选 神预定了 所以才会有人信 所以你传福音 才会有人信 如果神没有预定了 全部完全堕落 死在过犯罪恶当中 都是神的反叛者 谁要信 你的儿子为我死 我才不信 我要信自己 对不对 但是神预定了 他必定成就了 无可抗拒的恩典了 对不对 临到我们的时候 所以我们才会信 信的人是怎样 不是你自己选择神 乃是 执行他的救恩 对不对 使你有信心产生 那种跟他建立了关系 那这个信心从哪里来 从神的来 所以这个信心 就是从神 所以神一定保守 这个信心到底 阿们 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 一个一个的真理 是串起来 连串起来的东西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就叫做 刚刚罗马是我们读的 道理的模范 A form of doctrine A pattern of teaching 保罗每次讲 提摩太亚 你要把 那纯正话语的规模 纯正话语的规模 借着圣灵 守住 在心里守住 对不对 因为神的教导 神的真理是 有规模的 有教义性的东西 什么叫教义 各位明白吗 教义的意思就是什么 教义的意思就是 一个真理跟一个真理 串起来的 串起来的 它不是一个 stand alone 你讲一个道理 唯独恩典 不是 你这样 唯独恩典 那我们继续犯罪 让恩典更多 不是 所以讲到这个 唯独恩典的时候 我们看 保罗在六章的时候 他就讲嘛 对不对 你要讲唯独恩典吗 我跟你说 那恩典带来的 什么 恩典带来的人 重生 重生的生命是什么 重生的教义 告诉我们 人在罪中死了 死了 然后与基督复活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重生 所以如果 你是重生了 你是领受了 神的恩典了 为什么你还去 想去犯罪 那我们继续在罪中吧 我们继续在罪中 让恩典更显大 这不是重生的人 这不是领受恩典的人 讲的话来的 这样的话 罪还是你的主人 对不对 所以 重生的人 罪已经不再是 他的主了 他不会去想犯罪的 我们基督复有时候 落入 跳入过犯 但是我们不会 故意去犯罪 我们不会 享受去犯罪的 对不对 弟兄姐妹 所以你把这个 讲清楚了之后 你就把这个 离谱的论据 废掉了 对不对 你们明白吗 所以你看 你在辩论的时候 你在讲解 你在教导的时候 其实 你在把一个 一个教义 一个 真理 跟另一个真理 全部圈起来 所以这个叫 把福音的完整性 把福音的全 性 带出来 所以各位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说 福音的伟大 福音的伟大 是什么 我们每次讲 福音的伟大 神的儿子来为我死 当然 这个我们知道 没有错 但是他的死 带来什么 他的死告诉我们 这位上帝 是怎样的上帝 不但有恩典的上帝 他也是公义的上帝 他把我们的罪 刑罚在他儿子身上 以致他能够 称我们为义 对不对 他能够饶恕我们 称我们为义 你看 一个一个的教义 恩典 神的公义 全部串起来 所以福音的伟大 就在于 他的 全备心 所以特别是 我们在讲 道理的模范 我们在 使人的心思 能够降服于神的 这件事情上 要让他认识的全备 我在讲 要让他认识的全备 教义的全备 是很重要的 当然 我们单单讲 教义这个词 doctrine的意思 我们不用真理 因为 圣经都是真理 但是 教义的意思 就是把 真理全部串起来 我刚才讲了 对不对 所以 当你真是要讲 真理的人 你要把真理 串起来 不是只有独立性 部分性的 这样讲 所有的异端 所有的那些什么 神功神学 恩典福音 他们最喜欢 把真理断开来 讲 一部分一部分讲 没有穿起来的 所以 他的会友 听听听的时候 哇 这个很合乎我的意思 这个很合乎我的意思 但是 其实他们在吃毒药 你们知道吗 所以弟兄姐妹 我再讲一遍 不喜爱教导教义的 不喜爱把真理 串起来教导人的 我绝对保证 他的听众 他的群众 是非常不健全 非常软弱的群众 那我们再问一个 为什么人不喜欢 教导教义 为什么人不喜欢 教导教义 为什么今天这么多 教师牧师不喜欢教 传道人不喜欢教导教义 他们就给人 一股punchline 神经我们同宅 怎么同宅 没有讲 神来我们 为什么有苦难 没有解释 为什么 就是喜欢 只有喜欢给人一种激动 为什么不喜欢教导教义 为什么不喜欢教导教义 因为懒惰 简单来讲就是懒惰 教导的人也没有好好读神的话 不要考究神的话 懒惰 讲一个感觉就好 讲一些见证最容易了 让人家兴奋起来 不要想的时代 不要去思想的时代 那你看 这个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 当你不讲教义的时候 你的教导是很受欢迎的 因为很容易听 因为当你不讲教义 你只有讲一个观念的时候 这个观念众人都很喜欢 讲一个见证 见证人都很喜欢 讲一个恩典的道理 人很喜欢 但是当你继续讲下去的时候 恩典 罪恶 苦难 管教 怜悯 然后你继续讲下去的时候 全部穿起来 你就发现 人真的要死 跟主同死 人真的要舍己 人错误的观念 真的要除去 这些很多很多 人喜爱的那种 自己倾向的那种 很合乎人性的福音 只有一般启示 神爱是人 神爱 但是呢 他爱是人的时候 各位 他也怎样 他拣选了 他知道他的子民 所以今天你能够听到福音 你能够要回转 神在呼吁你 这些话 对不对 所以 然后甚至告诉人 人灭亡 拒绝神的那个光景是怎样 叫人恐惧战警 这些东西 不是大众人能够接受的信息 不是大众人能够接受的信息 所以人就很难接受 所以第一 传道人就觉得 第一他懒惰 不要读神的道 所以 不要读教义的东西 是很简单的 你拿一处经文 断章取义这样讲 第二呢 他怕不受患你 怕不受患你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些 整个基督教的道理 真的要把人的心意夺回 降服于基督的事情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一定要把 你一定要把 纯正话语的规模 讲解清楚 所以我再讲一遍 福音的伟大 是他的全辈性 没有全辈的福音 是什么 是一个容易的福音 是一个软弱的基督教 欠缺的基督教 不能使人的心意夺回 更不能使人刚强 第二 各位 第二我要讲 基督教是怎样 基督教是包括全人 所以今天的主题就讲了 全人是包括什么 他的理性功能 对不对 还有什么 他的心性功能 还有他的意志功能 他的意志 所以这个就是上面 我刚刚讲 这个人能思想 人能感觉 人才能随从 所以人生活不是凭本能 你凭本能像动物这样活的时候 你一定会犯罪的 各位弟兄姐妹 动物的本能是怎样 他饿了他就吃了 管你什么 动物的本能是 你看狮子 如果有别的动物 来到他的领土的时候 他就马上会攻击那个东西 所以各位 你看本能活 很有出色 很有恩赐的人 来到我们教会了 他这个也做 那个也服事 大家心里面 这个人来到我们的领土 开始对他 觉得他是来取代我 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 你这种心态是一种本能 跟动物差不多一样 你们要思想 感谢主 神借着他的福音 把人带到教会 让人服侍神的国 让教会强盛起来 各位你们又想这个东西 你就完全按着一种本能 来反应 教会里面 你的孩子跟旁边的孩子 打架 你按着本能 欺右吃力 谁欺负我的孩子 然后你孩子讲的 你全部都信 百分之百信 你有没有发现 别人也信他孩子讲的 他也信他孩子百分之百 你也信你孩子百分之百 你们孩子呢 明天就好了 和好了 你们吵架一年都还没有好 各位明白吗 这个就是你们按本能 人开始会思想 开始会观察 会理解 要有同理性 然后慢慢才知道 做出对的决定 讲对的话 然后这样处理事情 教会就合一 和平 有没有 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 你看其实这些东西的 生命生活的东西 是连接在一起 神不是教导我们一个 很难理解的道理 不是的 神是告诉我们一个 在生活当中 不但是生儿子来拯救我们的事情 他与我们同在的事情 他的真理告诉我们什么 使我们的理性开明 然后我们的心 有得到对的感觉 对的情感 健康的情感 然后我们知道 我们一直有坚强 能够爱服侍主 服侍众人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我一直说 所以人 福音 包括全人 你不能只有一个部分 但是现在呢 我们来问 因为人的属灵的问题 也借着 有时候呢 教导者的欠缺 我们发现 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 很多畸形的人 我叫畸形的人不太好听 倾向一方面的人 但是其实是一个畸形来的 什么畸形呢 有一些人的头很大 他的整个的信仰呢 是建立在很多头脑方面 他的理性很丰富 通常这样的人呢 你会发现 只有这个很强 心性意志方面非常弱 这样的人 你一看他 你看他就 讲来讲去 就喜欢讲教义啦 讲论据啦 讲哲理啦 哇 来教会领受亮光啊 这些东西 多次来听道听道 那么各位 这样的传道人 也不少 有时候呢 理性功能 过度强的传道人 然后其他方面非常弱 你就会发现 他有一个观念 他觉得说 我把神学讲对了 就够了 人自动会成长 然后他就讲完道之后 不牧养 不接触弟兄姐妹 不理解大家的情况 各位有这样的 所以我每次说 这样的传道人 他们是学者 他们不是牧者 这样的传道人 喜欢写书 跟人辩论 他坐下来 就是跟人讲 基督论 生灵论 救恩论 但是呢 弟兄姐妹的 关心软弱 他们挣扎的地方 不是很清楚了解 这些通常都是 给他一个原则 然后叫他去祷告 所以各位 他没有跟他们一起 查验确认 教他们怎么应用真理 通常这样的人 你不会靠近他 因为他好像缺乏一种 人情味 好像没有人性 不懂人心 好像那种 传道人 通常这样的人 你看他很聪明 IQ很高了 但是我跟你说 他要死的时候 他会怕得不得了 我跟他有看过这样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一生学的真理 从来没有抓住他的心 只有留在头脑里面 他真正遇到人生的患难的时候 你看他的整个的反应里面 你就知道他的头脑救不了他 各位这是一点 理性很强的 所以 这个你要认识你自己 可能你生来 有一点这样的倾向 你偏向这个地方 所以你来教会学习 我喜欢学习真理 讲道的时候 超比肌啊什么喜欢看 但是跟人在一起 讲什么话的时候 没有兴趣 吃什么玩什么穿什么 没有兴趣 甚至他会合理的话 这是属肉的 属肉的你不要吃了 所以有时候连食物好吃一点 你有一点感觉 有一点人性的人 今天食物很好吃 感谢主 谁做的 谁买的 对不对 所以有这种 就是叫整个的教会 有活力 对不对 他是在理性充满的人 他没有对付 他自己的不平衡之处 畸心之处的人 一直满足于理性 各位你自己看 那个是你需要得意志的地方 另外甚至比这个更多的 我觉得就心性过强的人 特别心性过强的人 他们的整个的信仰是多半倾向 情感层面 那通常呢 这组人是最大组的 为什么 因为我叫他们平民百姓 平民百姓 通常平民百姓都是有感而发 各位有没有发现 所以大部分人在教会里面 平民百姓 不是每个人都做学者 所以每个人来到教会都是 很有感觉 很有感情 有感而发 对不对 所以情感疏发的那种聚会 是能够吸引最多平民百姓 这样的 所以这样的聚会 这样的你搞情感活动的 我跟你们说 不缺人啊 这样的教会不缺人 这样的运动不缺人 很多人会来 但是呢 你会发现 这样的人 其实很多你注意看 他们情感都有受伤 多多少少 有些有受伤 有些被人轻视过 有些人遇到冲击 人生的很多的冲击还没走出来 有些的原生家庭不美满 从小没有给父母爱 有些遇到婚姻的问题 婚姻破裂等等 那这些问题呢 有时候会导致这些人呢 他们就一直在寻找情感方面的满足 那我并不是说人不需要这方面的满足 但是你过度是不好 过度是不好 这样的你过度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的整个信仰是凭眼见 你看到的就有 所以你对圣灵的认识 永远是你很主观的经历 你的experience 我的经历 我的感觉 圣灵是这样感觉我的 或者你信一个传道人的话 感觉他讲道给我感觉好就可以 不需要什么认识 通常啊 这种心性过强 太注重情感的人啊 他们很容易被外在的环境影响 有时候他们来到一间教会啊 哇 他说这个教会圣灵充满 因为什么 哇 这个地方很壮观 他看到 哇 音乐很优美 啊 牧师很厉害讲故事 很厉害讲剑灯 牧师讲道的时候很激情 我很喜欢 哇 每次听他讲道就被触动 所以 你要牧养这样 老实讲 你要 你要 牧养这样的人 有时候不容易 但是有些人有手段 他只要 给你 用情感疏疤一下 激动你一下 哇 你就喜欢了 你就以为那个就够了 其实你回去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得到 你回去的时候 还是老样子 因为你的思想 全部都是还是一样 你看你的家人 你看你的过去 还是一样 各位明白吗 所以 各位是不是这样 这样的人 我跟各位说 如果 你遇到不好的牧者 他就很聪明 故意满足你这方面的需要 但是没有好好教导你 你呢 你以为你很满足 有一次你人生真的遇到极大的冲击的时候 你就跌倒 那时候你走不过 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说的 人的确有情感的需要 但是你要知道 你这个地方过多到一个地步 你就掩盖你理性方面的那种需要 没有去寻求在真理方面 那个道理的规模 道理的模范 没有去理清楚你的心 没有对真理通达 那你就发现 你一生里面 就是有一些欠缺在你里面 你以为这个欠缺是只有在信仰 不是 你跟人在一起 公司做工啊 跟老板 同事啊 什么 你也会发现 你很能跟人家起冲突啊 人家跟你讲什么 好像跟你讲道理 你听不尽 你心情不对了 你什么都不要听了 对不对 你跟丈夫在一起 每次吵架 因为他给我的感觉不好 你什么都不要理论了 你就是不爱我 因为你没有了解我的感受 对不对 然后你不会看人的难处 你不会想人的难处 不会想 你怎么跟人在一起 因为你说你有感觉 人家也有感觉啊 你心情不好 他心情也未必好啊 各位明白吗 所以你以为信仰的东西只是给你读圣经 不是 你从你信仰的东西理清楚 然后懂得调解自己的情感 你知道的 这个情感呢 不能过度的 有是需要 那到一个部分 那你表达自己 那你能够理解 有同理心这个东西 但是呢 你在过度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full of yourself 整个世界是都是在你的感觉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一定在地上会失败的 我跟各位说 另外一种呢 有意志这个地方 超强的人啊 在教会里面 我们叫这种人什么 行动派 你要做 要做 要做 要实奉 行动派 那其实呢 他没有使人理解 他只有要触动人的意志 叫人要做 我曾经看有一些牧师 传道 他们看到有一些父母亲 他孩子在教会嘛 那父母亲 就是来教会 好不容易不信主嘛 有一天他不知道会什么 来教会的时候 哎呀 某某先生啊 某某女士 真欢迎你们 你们要快快来信耶稣啊 跟你的儿子同信仰 你儿子也信了 跟他同一个信仰 各位 你在触动他的什么 你就触动他的意志 你没有跟他讲解清楚 你们了解这句话吗 你没有告诉他 福音是什么 罪是什么 恩典是什么 神是什么 你只有用一种 人性的东西来这样触动他 叫他快快决定 快快接受主 那没有用的 你以为你讲这几句话 反正人家觉得 你这个人啊 不踏实 我一来教会 你教我信耶稣 我孩子信 我要信 信什么 你都不了解这个东西 然后觉得你们基督徒啊 就是这样 咄咄逼人啊 所以他们就讨厌基督徒 你没有给他理清楚 所以呢 你这种 这种很厉害逼人啊 这种在教会逼人 逼人信主 回家逼孩子 什么都逼啊 什么都是要 触动人的意志来做 做东西的 所以失败不是 人生一定失败 不但信仰失败 人生也会失败 所以这个三个的功能啊 各位 你一定要搞清楚 不要就 被那些 现在教会界里面 整天 做的一些 逼人家做这个 什么决志祷告啊 这些东西 其实不是 福音是全能 而且这个一定要balance 我一直说要平衡 要平衡 健全的成长 一起健全成长 不是就一方面成长 然后很重要是什么 这个三方面呢 还有一个奥秘 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 怎么读 程序 这个三方面的程序很重要 当我们在教导人 把人的心意夺回 降服于神的时候 你的程序是要从哪里开始 从哪里 从真理开始 让他明白真理的模范 教义的模范 对不对 一定要从理性开始 不要先往心兴趣 对不对 我教人很感性 很有感性 不要先往意志去 去触动人 你要把福音先讲清楚 才呼召人 有些不道会 你看 我们是没有把福音讲清楚 没有把罪讲清楚 然后就说 你们要不要信耶稣 耶稣要祝福你们 今天有没有人要信耶稣举手 他举手是为什么 因为你说嘛 信耶稣什么都好嘛 我就信了 平平安安 一帆风顺 谁不要信 神对我有计划 他又要给我上天堂 谁不要信 但是他没有真信 他没有明白 连自己的罪是什么都不懂 恩典是什么不懂 因为你没有讲解清楚 所以我跟各位说 假信假得救的人 很多 在教会里面很多 是因为传道者 没有把应该要教导 那个内容教导清楚 没有把道理的模范讲清楚 所以教会就越来越软弱 就越来越多 触动人的情感的那种节目 触动人意志的那种活动 越来越多 那种方法越来越多 叫人哭啊 滚啊 闹啦 宣告啦 什么 然后这些 其实很多都是在搞这个东西 没有把理性的东西讲清楚 为什么神给我们圣经 为什么神给我们圣经 为什么神给我们不是一本书 六十六卷书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他要我们对他正确的认识 正确的确认 然后呢 圣灵 借着真理的圣灵 借着你明白了真理 刚强你的心 感动你的情感 对不对 这些 使你有能力 能够顺服神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所以我们在教导人 这个方面要清楚 还有一个方面 我讲完它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弟兄姐妹 当我们教导 是一个东西 对不对 但是你会发现 有时候教导的时候呢 好像人是明白 但是呢 明白了 人是好像道理明白了 但是你说牧师很多人学了 但是他没有 他的情感 他没有喜乐 他爱主的心 没有了 看他 然后看他呢 在教会不服事 什么都不做 而是我们不顺服神 那你知道他意志 每次很软弱 对不对 那你要怎样做 除了教导 所以我每次说 教导是最重要的 你教错 都读药给弟兄姐妹 但是在教导之后呢 你要帮弟兄姐妹 咀嚼 要帮弟兄姐妹活用 那个是在什么 在牧养 牧养是在哪里发生 牧养是一定跟聚会有关系 聚会 我们基督教的 整个的活动 是在聚会里面 所以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个 停止惯了的人 对不对 基督知道那个日子临近 更当如此 那聚会来做什么 聚会来 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有没有 西伯来书四章 所以 没错 人懂了 但是活不出来 传到人家 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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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聚会当中呢 需要激发爱心 按照你所懂的真理 要激发爱心 因为人有情感 要感觉到 你在乎他 对不对 那个 相爱的 那个 被 被照顾 被相顾 人知道你的情况了 所以 有时候 聚会的时候 不是讲 圣灵论 基督论 你在台上已经学了 你下来还在讲这个 当然 你们喜欢学习 没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 人 要有人性 对不对 我们有生活 我们要彼此带导 我们有无能的地方 要被担待 担当 彼此的重担 所以你要相顾 然后要激发 激发爱心 有时候 爱是有 但是呢 人都没有告诉我 他的需要 教会也没有告诉他的需要 我不知道这样不是啊 我知道有弟兄姐妹 他的软弱 他的难处 或者有需要 哇 我的爱心被激发 所以激发他 对不对 所以祷告会的时候 多分享自己的祷告题目 祷告会也不要只有这样 为我能够多爱主祷告 你不爱主啊 最近 为我能多读经 就这样讲一句话 什么意思 你最近没读经吗 还是什么 你为什么 所以有时候祷告会 把他带死了 为什么 因为大家不分享 大家没有激发爱心 大家没有彼此相顾 讲一句就完了 然后祷告会死沉沉的 祷告 祷告 上个礼拜来生病 这个月还在生病 后个月生病了 我们祷告了 你病有没有好 没有好 为什么 医生讲什么 不懂 所以有时候 祷告会把他带死 其实都是这些方面的不平衡 所以有时候 我们在一个聚会 真的受圣灵引导 弟兄姐妹的爱心被激发 然后被勉励行善 所以有时候 传道人也是 有一些服事给你 我们一起行善 服事 叫你做 给你这个挑战 但是教会 不是要表现自己的 教会是 我们都是 从主得 为主做 对不对 但是呢 有为我们灵魂交账的牧者 带领我们 劝解 引导我们 对不对 所以他给我们的 有一些指示 服事 就是那个地方你们精心敬意做 那这个方面 你做了之后 你看到弟兄姐妹得益处 哎呀 你又被激发 对不对 所以 其实聚会很重要 教导牧养 也都在聚会里面 不可停止聚会 所以牧师妹子说 昨天我这样说 我跟我们传道人也这样说 我真的奉务我们台北基督生命堂 有更多更多的小组长能够起来 不但我们指示 指示的另一半 你现在我们教会很久的 弟兄姐妹 看来已经 不是只有这半年来的 不是只有 已经见过你很多次了 疫情前疫情后都再见你的 快点起来 有一天 这样的 懂得 怎样成为小组长 教导人 劝解人 我跟你说 你懂得教导 劝解一个人 你就是在帮助一个家庭 很多时候呢 他没有被你教导的好 所以他回去 自动的 那种很畸形的那种倾向 就是全部用在他的家人当中 用那种方式来过婚姻生活 养育儿女 所以你们明白吗 把一个人教好 你救一个家庭 救一个婚姻 有吗 然后你就发现 他家庭搞好了 自动的 他去到公司里面 跟同事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也有答案 也有喜乐 人才会被他吸引 所以 单单 你对人的灵魂的事情 搞清楚 这一件事情 然后知道 怎么将人的灵魂带到神 跟神连接起来的那个事情 其实是一种 最后带来传福音的果子 整个传福音的果子 OK 所以台北基督生命堂 弟兄姐妹 继续成长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